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发表新疆人权事业的发展进步白皮书 通过大量数据和事实系统的阐述了新疆人权事业在各方面取得的成就 白皮书全文约1.1万字 从政治权利、公民权利、经济权利、社会权利、文化权利、环境权利、宗教信仰自由权利、妇女、儿童、老年人、残疾人权利等八个方面 全面介绍新疆人权事业的发展进步 白皮书指出 实现充分的人权是人类长期追求的理想 也是包括新疆各族人民在内的全中国人民长期为之奋斗的目标 长期以来 中央始终高度重视新疆工作 特别是中共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始终情细新疆、新细新疆各族人民 举全国之力发展新疆 近年来 中央把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作为新疆工作总目标 坚持依法治疆、团结稳疆、长期建疆 坚持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 坚持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 大力发展新疆各项事业 切实保障各族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 共享发展成果 使新疆的人权事业不断得到新的发展和进步 白皮书强调 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坚强领导下 随着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 新疆的人权保障将提升到更高的水平 新疆人权事业的发展进步 白皮书指出 新疆各族人民依法享有相同权利 履行相同义务 公民的政治权利得到充分保障 公民权利得到充分的尊重和有效保障 白皮书指出 不论人口多少 发展程度高低 宗教信仰差异 新疆各族人民都具有同等地位 依法享有相同权利 履行相同义务 公民的政治权利得到了充分保障 白皮书说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确立 为新疆各族人民在维护国家统一原则下 充分行使自治权利 自主管理地方事务 平等参与管理国家事务 提供了有利的制度保障 截至2016年年底 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 共制定区域特色的地方性法规372件 在新疆 公民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得到充分保障 第12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共有新疆代表60名 其中少数民族代表38名 占63.33% 第12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 共有代表550名 其中少数民族代表363名 占66% 白皮书还指出 新疆协商民主稳步推进 基层民主权利得到保障和落实 少数民族参政权得到保证 2016年 全区少数民族公务员已达91076人 占干部总数的40.24% 其中 少数民族妇女干部占全区妇女干部总数的66%以上 此外 白皮书强调 新疆坚持尊重和保护公民生命财产安全 切实维护公正审判权 促进公民自由表达 公民权利依法得到了充分尊重和有效保障 白皮书说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 暴力恐怖势力 民族分裂势力 宗教极端势力策划实施了一系列暴力恐怖犯罪活动 严重危害了各族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自治区采取一系列措施 依法严厉打击暴力恐怖犯罪 切实维护各族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新疆司法机关充分保障公民获得公正审判的权利 实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法律援助实行办法 切实维护困难群体获得法律援助的权利 建立司法公开平台 充分保障公民司法知行权 白皮书指出 多年来新疆大力发展经济 努力把发展落实到改善民生 惠结当地和增进团结上 有效保障公民 经济社会文化等各项权利 白皮书指出 新中国成立后 新疆经济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 截至2016年底 新疆贫困发生率下降至10% 有利保障了贫困人口生存权和发展权 新疆坚持就业优先 促进就业公平 多举措 多渠道扩大就业 公民工作权利得到切实保障 经过60多年的发展 新疆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基本形成 医疗机构遍布城乡 健康权保障条件显著改善 2016年 新疆已全面建立了城乡居民和城镇职工大病保险制度 全民免费享受人身意外伤害保险 目前 新疆已经基本实现9年义务教育全覆盖 南疆三年学前教育 12年基础教育全覆盖 各类成人教育进一步发展 多层次多形式的职业技术培训体系基本形成 公民受教育权得到全面保障 多年来 新疆广泛使用民族语言文字 着力保护文化遗产 有效维护了公民文化权利 而在环境权利方面 新疆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 坚持环保优先 生态力区和可持续发展 不断改善生态环境 促使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在新疆 妇女 儿童 老年人和残疾人权利也得到尊重保障 依法平等享有公民各项权利 白皮书指出 在新疆国家坚持保护合法 制止非法 遏制极端 抵制渗透 打击犯罪的原则 全面贯彻落实宗教信仰自由政策 正常宗教活动受到法律保护 公民宗教信仰自由得到依法保障 白皮书指出 在新疆宗教信仰自由得到尊重保护 信仰或不信仰宗教 信仰这种宗教或那种宗教 完全由公民自主选择 公民不因信仰宗教或不信仰宗教 而受到歧视和不公正待遇 侵犯公民宗教信仰自由 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依法加强宗教事务管理 宗教活动场所和正常宗教活动受到保护 同时民众的正常宗教需求得到满足 宗教团体合法权益得到有效维护 新疆现有宗教团体112个 政府帮助宗教团体改善条件 支持宗教团体发挥作用 此外国家依法遏制宗教极端思想渗透 受国际宗教极端主义思潮影响 近些年来宗教极端主义在新疆滋生蔓延 为保障公民宗教信仰自由 新疆持续开展去极端化工作 实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去极端化条例 依法加强宗教事务管理 防范和打击宗教极端 有效遏制了宗教极端主义渗透蔓延的态势 本期节目练出预告